3000元可以做到什麽? 除了是4月首階段消費券的金額外 原來已經購買一平方呎 旺角的核心區商業地皮 當中到底是否反映商家看淡香港經濟前景? 政府近年來紅心壯志 經常推出規模龐大兼位置優越的商業地皮於市場招標 豈料一再慘淡收場 最近雖然成功批出 旺角的核心區商業地皮 但市價錢之低 令市場人士嘩然 位於旺角洗衣街與亞街勞街交界大型商業地皮 地政總處於上週一 3月1日公布 由新鴻基地產 00016以47.29億元中標 以項目最高可見樓面152萬平方呎計算 每尺樓面地價僅約3103元 教市場股值下限低出約16% 一年間 地皮由最高股值近230億元大跌至47億元 貶值八成 現價只及當年最高估計的五分之一 即使以當時最低股值160億元計 一年下來亦大跌七成 事實上 麒麟港鐵旺角東站 位置優越 佔地逾1.15公頃 最高可見樓面面積約152萬平方呎 前身市水務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等政府部門的辦事署 如今土地市場吹淡風 令市民開始聯想到 商家是否看淡香港經濟前景 該地皮於2月24日接標時 合共緊接獲三份標書 隨中標的新地外 遞交財團包括長實集團 01113 以及於同區擁有朗豪方的英軍 00041 火柏澳海城地主信和置業 00083合資入標 反映賣地市場 受惠全面復償的因素佔比不多 綜合市場於截標前 對地皮股值介乎約56.4億至109 7億元 的每呎樓面地價介乎約3,700元至7,200元 當時已有測量師預計 由於近期地皮市場走勢欠佳 上述地皮有樓標風險 更甚的事 一向以西九龍作為發展重心 人稱四叔的李兆基系內的行基地產 00012 以及另一大財團新世界發展 00017 均沒有出手 新世界一直高調表明十分看好九龍西的發展 對意於該區打造一個 新世界新興產業生態圈 但偏偏位置優越的旺角大型商業地皮 竟然不投標 有測量界人士分架 由於需要輕建接駁天橋等配套 及保育樹木 如發展成本有所增加 加上為長線投資 故在市次出價上反映 發展商出價傾向審慎 同時 近年商業市場持續受壓 租金屢創新低 相信政府也接受現實 參考近期租募及市場數據而離定底價 不過成交地價遠低於市場預期下限 至於市次地皮的得主新地 旗下位於港鐵旺角東站上蓋的Mogo 新世紀廣場及帝京酒店 正正鄰近地皮 新地回應指 將打造該項目成為九龍的全新地標 和商業零售中心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 繼2022年11月頭得西九文化區藝術商業大流後 集團再次以行動投下信心一票 郭炳聯指出 新項目樓高達320米 將會試計集團的環球貿易廣場 ICC 後 全九龍第二最高的地標式商業大廈 項目會興建連接旺角東站新世紀廣場Mogo的行人通道 發揮聯動效益 連同新世紀廣場的120萬平方呎樓面 兩個項目合起來共提供超過270萬平方呎商業樓面 會成為旺角區最大型的地標式寫字樓商場組合 新項目預計2030年落成 項目將提供800個車位 連同新世紀廣場約400個車位 滿足區內辦公及消費者駕駛需要 落標鏡頭以非常難得中原集團創辦人 兼主席施永青 則不認為政府試戰賣土地 他分析指 政府在賣地的時後 只能考慮地產商的出價 而不可能執著於坊間的其中一項股價 他又指 過去一年來 經濟環境飽受新冠疫情 中美惡交與俄烏戰爭的摧殘 又受到加息與去全球化的威脅 商業前景十分暗淡 商業樓宇需求萎縮 有地產商願意在這樣的形勢下 落標鏡頭者覆洗衣階地皮 已非常難得 在之前已有多次賣地樓標的情況下 政府不想有多一塊土地樓標 是很自然的反應 以現時空置這麼嚴重的情況來估計 洗衣階項目落成後 招租的難度很高 可能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才能達到正常的出租率 再者 現時寫字樓的租金回報率僅約3厘 而地產商的資金成本為5%左右 以至即使物業全部租出 租金收益也抵消不了資金成本 港大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座副教授張聖典 亦表示 次次項目落成後不能拆散出售 只能靠長期收租回籠 所以會壓住中標財團大筆資金 相當考驗發展商的回本功夫和現金流 亦是項目低價批出的原因之一 新地市多年來最積極參與土地投標的地產商 現而在2023年1月時 市建局觀塘市中心第四、五區 可見總流面預216萬平方尺的商業項目 縱然只有新地入標 但局方決定收回 新地為觀塘 大地主之一 集團擁有連接港鐵觀塘站的創紀資成 2022年底落成的觀塘 項目基座商場最快2024年開業 市建局考慮加入住宅元素如今 市建局表示 軍塘市中心第四、五發展區土地 可考慮由商業用途改變為 其他指定用途 混合發展、發展模式 並結合一地多用概念 在地盤獲准發展的地積比率為12倍 以及浮動規劃參數機制維持不變基礎上 加入住宅發展元素 讓日後中標發展商可更靈活調撥發展流面 項目早前的估值介乎87億至130億元 每呎流面地價4000至6000元 交2022年8月大幅回落近一半 為最終營流標收場 同時 項目於2022年9月折收二項 當時接獲24份二項書 及後在11月市建局邀請19家發展商及財團入標鏡頭 即有5間發展商未能入圍 有份遞交二項書的財團 包括了行地、長實集團 01113、信和置業 00083、華茂、遠東發展 00035、英軍、00041、中國海外發展 00688 然而最終只有新地一間入標 至於上一期提及過 政府在2023、24年度賣地計劃中 將推出為儲核心商業區的金中廊重建項目 項目總流面超過100萬平方尺 暫估計市值最高達224.6億元 為年度賣地計劃中最重量級的地皮 然而如今同樣位置優越的旺角地皮便價批出 令金中廊重建項目的價值增添不少變數 100X 19 19